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带着大家测试了一下 我们满色扣中的数据类型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给字段 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 但是呢我们需要对这些字段 做一些限制 对数据做一些限制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 我们的完整性约束条件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在键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写过 首先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是必须要有的 接着看到后面还有一个方口号 完整性约束条件 或者呢你叫做字段属性 都可以是来修饰我们的字段的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字段属性 来限制一下 我们的这个字段 需要符合哪些的要求 那接着看一下 有哪些完整性约束条件 那首先呢 在这儿有这么多约束条件 像我们的主件 自增长 外件 非空 唯一包括默认值 这么多约束 它就能保证我们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看第一个 主件 那主件呢 我们通过prime key 关键字来实现 那主件什么是主件呢 其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我们这个全国人为例 假如说没有一个表来统计我们全国人的信息 那肯定有我们的名字 当我想精确找到某个人的时候 假如说我想找一下king 或者找一下张三 可能全国叫张三的人呢 一抓一大把 对吧 但是我如何能快速定位到我想要的那个张三呢 对 是不是应该给他找到张三的一个唯一标识啊 那什么能标识这个人呢 好 那可能同学们会想到身份证 人名可以重复 但是身份证号肯定是唯一的 那现在我想找到张三 我完全的就可以通过他的身份证号来找到 那这个身份证号和人的关系呢 就相当于我们主件和记录的一个关系 这个身份证号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人的唯一标识符 而主件的作用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唯一来标识这条记录的 这一点很重要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某个字段设置成我们的主件 记住 之前我们创建表的时候是最简单的 只给了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等以后你会发现 我们会有这些完整性约入条件 而且呢 基本上我们每个表都会有一个主件 但是主件一般加到哪呢 一般我们会加到一个无意义的字段上 就像我们的编号字段 那你就可以把它定义成我们的主件 那主件呢 我们可以通过定义完主件之后 MySQL就可以很快的根据你的主件 来定位到某条信息 那被定义成主件的字段呢 首先它的要求是 这个值不能重复 不能出现两个重复的值 而且被标志成主件的字段 自动的就禁止飞空了 自动的禁止飞空 就是不能为空 好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看一下这个主件 首先呢 我们主件呢 我们买SQL中 可以分为单字段主件 也可以分为多字段主件 那我们看一个例子 来创建一个表 首先看一下有哪些表 show tables user表 那我们再建一个user1 测试主件 create table 测试主件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 写成一个user1 那现在呢 就拿我们有一个编号 id 那假如说统计全国人的信息呢 可能有商议人 nt 接着我想把id定义成我的主件呢 我就可以通过prime key 那这个prime是可以省略掉的 我们先不省略 接着再往下 然后有用户名 username vx20 接着再来一个身份证号 cut 或者我们先不写cut的两个 简单的两个就可以 那现在你来看 这样一个表 我们就创建成功了 把它复制一下 回车 接着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1 当你定义完主件之后 你看表结构的时候 首先看到key这一块 是一个pri pri代表的是我们的主件 那接着你看到 是否为空这一块 显示的是一个no 不能为空 那接着再交给大家一个命令 可以查看创建表时的详细信息 查看创建表时的详细信息 或者表的定义 我们可以通过 show create table 加上一个表名 user1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同样的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件字段 其实呢 以后呢 你会知道 这是一个主件 所以 prime key 这是我们的主件字段 那现在被标志成主件之后呢 我们可以插入记录了 可以来写成一个 insert表明user1 values给值 你可以写成一个1 用户名是king 那接着再来一条记录 insertuser1 values写成一个13 用户名是kid 只要你的主件的值不重复 它就不会报错 好成功 再查询一下记录 select信号fromuser1 你看到两条记录成功了 那当我再查入一条记录的时候 如果你的主件号还是13的话 这时候就会报错了 因为被标志成主件的字段 仅止重复 这个值是不能重复的 duplicate entry 13 for key prime 告诉你这个值是不能重复的 所以说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就是我们的主件 当我们想查询某个人的信息的时候 我就可以根据主件来查询 简单的先看一下 信号fromuser1 条件是whereid等于1 我想查询一下第一个人的信息 得到了我们这条记录 因为我们的主件是唯一的 所以说你查出的记录也是唯一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是我们的单字端主件 同样的我们也支持多字端主件 也就是由多个字端来确定唯一条信息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user2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写上一个 还是id int 接着再来一个username vx20 再来一个身份证号 假如我们叫card 那身份证号我们都长度固定 18位 我就可以选用定长字符串 那现在我想根据这个编号和身份证号 来确定这一个人的信息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在这儿来创建你的主件 prime key 复合主件 那谁是你的主件呢 id card 由这两个字端来确定唯一条记录 那现在你再看 成功 成功之后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2 你会发现 在p这一列 有两个字段 有两个 有两个pri 代表的都是我们的主件 但是呢 这是一个主件 可以叫复合主件 或者说多字段主件 记住 一个表中 只可以有一个主件 不可以有多个主件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现在呢 这个复合主件创建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查读记录了 insertuser2 values 写成第一个编号写成一个1 username写成一个king 身份证号呢 我就随便写成一个 1234 123 或者写成一个111 三个1 接着 这样一条记录就已经有了 我们再看 成功 select 信号 from user2 那接着我再查一条记录 你来看 还是1 这个人变了 变成 quen quen了 但是 我的身份证号也变了 叫112 那现在你再看 这是两条记录 它是由这个id字段和card字段 共同来组成 确定这样一条记录的 所以说第一个值重复 没关系 1 和112 112和111不重复 这不叫重复的记录 所以也成功了 但是呢 如果你再插入一个 1和112 这时候就报错了 你看到 报的错误信息也告诉你了 1和112 和你之前的值重复了 和这个 这样一条记录重复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是由这两个字段 来确定这样一条记录 而且呢 以后涉及到索引的时候呢 你也会发现 你必须先要用到我们的 id 字段 这时候呢 才能用到这个索引 这一点需要知道 也就是你创建 主件时 谁写到前面了 必须要用到前面这个索引 才可以 等以后讲索引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试验一个 还可以省略掉什么呢 简单的复制一下 可以省略掉我们的 pri 由则3 你可以直接写一个key 这也代表我们的主件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user2 create table user2 你看到 这是我们的主件 两个 那接着我们在创建主件的时候呢 同样的可以省略到这个prime 成功 再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3 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主件 记住 以后基本上我们每个表都会创建主件 而且主件呢 一般我们会创建到一个无意义字段上 像我们的id 当然呢 不只有整形可以当作主件 像我们的用户名也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再来一个user4 你就说我把它定义成主件 可以 只要你保证这个值是唯一的 你说用户名可以来标准这条记录 完全的也一样 但是一般呢 我们习惯上是给编号字段上 user4 你看到 username这一个字段上被标志成了主件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完整性约束中的第一个主件 下来之后呢 大家自己来测试一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